我为您带来的是 2005年国际平田职业巡回赛 德国战的南丹决赛 是由中国小将马龙对阵白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 抢冲 萨姆索诺夫是一名老将 是1976年出生 最近状态也是一直不错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公开赛当中 他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萨姆索诺夫在半决赛当中是以4比0的大比分 战胜了德国选手柯内斯 马龙是刚刚战胜了波尔 获得了男单的决赛 这次整个比赛呢 中国队应该是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出师不力 但是后面到了决赛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最年轻的小将马龙能够闯进决赛 而在女子单打上面呢 我们中国的两名选手也是顺利过关 所以总体在最关键的这种打到后面的决赛当中 我们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从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 像男女双打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我们中国队就没有一队选手能够进入到前8名 比赛开局双方就拼得非常激烈 这两名选手呢 应该是不是一个时代的选手 而且在技术的状态上面 包括技术打法的上面都不一样 虽然外表看上去都是右手横满 两面反交 这个快攻和胡谦的打法 其实他们俩的风格很不相似 萨姆索诺夫呢 是属于比较慢的这种类型 而马龙呢 他是属于用快来抑制对手 小将马龙呢 在北京队也是我们原中国平凡球队世界冠军张磊的得意门声 应该说张磊自从退役之后在北京队 作为北京男队的主教练 对北京队的这个后备力量的培养 包括对马龙的这个期望都是非常高 而且在平时啊 在国家队训练之余呢 也经常会给马龙加班 对马龙的成长很有作用 扫长 这个球错了一个带一点擦边 8比6 马龙发球 这个球马龙是偷了一个长球 但是裁判可能是以这个球擦网了 所以马龙重新发 好球 马龙继续中远台 这个球马龙打得很聪明 因为马龙在中远台的时候啊 看上去推得很远 而且对拉的回合也比较多 但是突然 这个马龙往台前靠了一下 用反手来进行贴这一板狐圈球 而不是大动作发力 所以把这个乒乓球一下从复杂化打到了简单化 所以也就简单的解决了问题 现在马龙是10比6领先 这样马龙在决赛的第一局呢 是以11比6 先胜了一局 也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酱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我们来看第二局 这个球马龙是在被动当中 但是最后选择了搏杀 因为马龙搓了一个高球 但是对方前冲的时候 马龙是发力弹击 最后还成功了 今天这场比赛 作为马龙来说 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了 这种国际公开赛的决赛当中 而又是中国队 全部派出的年轻小将 也是在观察 教练员也是在观察年轻选手 所以马龙应该在决赛当中 放开去拼 充分的体现年轻运动员的一些优势 铲出一些其他的想法 所以如果能够获得 这次公开赛的冠军 对马龙的今后的成长 还有包括马龙在下面的一些比赛当中呢 教练的使用上面都会更加的信任他 或者更加赋予他机会 想去反手 看到这就是马龙的速度 马龙的动作呢 没有像这个萨姆索勒夫这么大 而是非常的小动作 而且出手也很突然 这样给对手呢 有不小的威胁 马龙也是我们2008年的 一个重点的培养对象 所以马龙在年轻的选手当中呢 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参加 或者参与到这个奥运会比赛当中 08年的奥运会 现在正式已经 国际拼联 各个方面已经宣布了 也就是说从这个男女双打呢 改为这个男女团体比赛 4比6 马龙青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抢了 现在马龙打得比较顺手 应该来说从球路上来看的话 马龙和布尔打的时候呢 可能他更为别扭难过一些 和萨姆索诺夫呢 都是右手横我球版 而萨姆索诺夫的这个整个节奏啊 还有他的击球的速度都要比马龙慢 所以如果马龙能够把握局势 把握机会的话 可能打得更加顺手 更加顺畅 拉反手 还是拉反手 我们看到这个球马龙拉出戒了 到了比赛当中这种机会球啊 也是很有难度的 虽然平时看上去 这个高球很简单 其实到了大赛并非如此 马龙第二局是以10比7领先3分 马龙发球 反手位短的 回错 这个球马龙其实侧身侧的有点盲目了 我们看到 方承诺夫拉的又低又快 但是马龙还是去 不合理的侧身 所以希望马龙在领先的时候 能够把比分抓住 不要让对手呢 有喘息的机会 8比10 萨姆索罗夫发球 好球 这样马龙在第二局比赛当中 以11比8 又胜了一局 这样马龙就以2比0 算是领先 好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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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马龙呢能够不放掉每一个获胜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机啊 这种契机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 如果在一个环节上能够一直压住对方的话 可能你就能够拿到整个比赛的胜利 但如果说在比赛当中 往往是在领先的情况下 或者是很有力的局势上 但是自己没有把握好 可能情况和局势 马上就转变了 非常的快 我们看到这一局比赛 萨姆索诺夫也拿出了 他的看家本领 而且在战术上也 起到了一定的变化 尤其是在 相持当中 包括在控制反控制当中 都把球送到了马龙的正手位 不和马龙对反手 还是调动他的右方位 不和马龙的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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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高球 打住反手 哎呀又失误了 小将马龙在半决赛和波尔的比赛当中 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失误 在今天这场比赛呢 已经有两个高球打丢了 其实非常可惜 这个打高球啊 像在世界锦标赛当中 我们中国的小将好帅和梅姿的这场比赛 是吃了一个大亏 在打高球上 极其不过硬 其实如果一个高球打不着 在大赛当中会起到心理上一些连锁的反应 对自己产生怀疑 认为自己打高球是一个缺陷 这样的话 在下面的比赛过程当中 只要一出现机会球 马上就感觉到这个自己保证不了这个命中率 咱们总统服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已经占据了这局比赛的优势 9比3 这样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呢 萨姆索诺诺夫是以11比3轻松的胜了第三局 前三局呢 马龙就以2比1领先 看来通过第三局的比赛啊 这个马龙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看到萨姆索诺夫的实力 因为前两局呢 前两局呢老将还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而且老将在场上摆脱困难 摆脱这种困局的比赛能力要远远高于这个年轻选手 这次进入男子单打前8名的选手 由德国的波尔 罗马尼亚的克里桑 中国的马龙和韩国的吴尚宁 还有赛黑选手卡拉卡尔维奇 还有德国的科纳斯 中国香港的张玉和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最后呢 萨姆索诺夫是首先在四分之一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张玉 张玉 后来又战胜了德国选手 最终进入到了决赛 好我们来看第四局 马龙发球 好 好 我再来 走 走 我再来 走 że 像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 是由小将冲击这种世界名将 这样一场决赛呢 像马龙在前两局很轻松的就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其实并不是好事 因为往往年轻小将没有经验 在领先两局的情况下 容易产生一种懈怠的情绪 比如说他把萨姆索诺夫想象的非常强大 这个实力非常足 但是上去可能很轻松的就赢了两局 但并不是好事情 所以在无形的当中呢 也可能产生一些这个放松的情绪 但是老将毕竟是老将 在后面呢可能会重振旗鼓 会发挥的比前两局更加的好 而且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种发挥差异上的变化 这使小将们在心态上可能也会产生 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绪 相持反手 现在萨姆索诺夫已经完全适应了马龙的球 尤其在我们看到在相持反手的时候 萨姆索诺夫并没有慌乱 而是相持几板之后突然变马龙的直线 太极 这板球拉的太极了 你把我把你们还的 外面那些 其实是很小的 我们的名仲 现在我们的适应 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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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 非常感兴趣 还是变正手 萨姆索诺夫在这局当中 全是调动马龙的正手位 一般男子选手不敢轻易的 去对方的正手长球这个位置 但是今天 萨姆索诺夫在落后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的改变了一些战术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您看到的是2005年 国际拼联职业巡回赛 德国战的南单决赛 是由白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 对阵中国小将马龙 现在比赛打到了第四局 前三局 马龙是以2比1领先 第四局7比6 6比7 好球 好球 谢谢大家 他们从不在这个关键时刻叫了一个暂停 可能对于萨姆索诺夫来说 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已经是属于比较关键的时刻了 所以才会叫暂停 一般的运动员可能都会在决胜局的开局 或者决胜局的后面关键时刻叫一个暂停 但是萨姆索诺夫还是很重视现在的局面 好 马龙现在领先3分 10比7 马龙发球 反拉 非常积极主动 这样马龙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呢 是以11比7 又胜了第四局 这样马龙就以3比1暂时领先 3比4 本次德国公开赛是在德国的马格德堡举行的 而明年呢还将在德国的布莱梅举行世界锦标赛的团体赛 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决赛 这次中国队各派出男女六名比较优秀的年轻选手来参加国际拼连职业巡回赛的最后两站的公开赛 是德国战和瑞典战 但是这些小将们的整个参加比赛的这个次数呢还不足于六站 所以国际拼连要求呢 在全年的分战赛当中的十六站比赛当中能够参加到六站 而六站的比赛的男女单打和双打的总积分总积分排在前十六名的将参加年底的总决赛 今年的总决赛是在福州举行 小将马龙的正手非常突出 场上的局势对马龙很有利 是领先两局 现在三比三 这次德国战的决赛虽然马龙进入到了男单 但是其他选手呢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男子比赛在世界杯赛上输给了德国的布尔 最后布尔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也是因为我们在近段时间没有系统的正规训练 一直在出于比赛当中 所以很多运动员都 都说自己过于疲惫 没有状态 不过作为我们中国队的男女运动员 也应该在现在这个阶段的居安自危 把今年的冬训能够搞好 因为冬训对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 冬训也是最长技术 最长能力的时候 所以通过这个冬训呢 也能使自己各个技术战术非常的丰满 也有足够的储备来迎接明年 包括08年的这样的大型赛事 好 现在比赛打到了 6比4 4比6 马龙落后 这个球马龙处理的过于急躁 现在8比5 马龙发球 这局比赛呢 萨姆托诺夫是11比5 就扳回了一局 马龙还是以3比2领先 但是这局比赛呢 很明显 马龙呢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那种特长技术和特点 也没有看到有压倒性的优势 跟前几局截然不同 所以萨姆托诺夫作为老将 久经沙场 不会轻易的就罢休 也会在下面的比赛当中呢 充分的想尽办法的去扭转这个局面 看到在看台上的奥地地的运动员 赤拉格 我们继续来看第6局的比赛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球 萨姆托诺夫是打得非常漂亮 在这两局当中啊 这个萨姆托诺夫的反手压得比较好 因为他的反手前面感觉到跟马龙相持反手的时候比较下风 但是这两局啊 这个反手出手很硬 没有什么犹豫 就是该防的防 该发力的直接就发力了 打得比较干净 打得比较干净 那这样看来小将马龙就不太好打了 因为前面呢 他完全能够压住萨姆托诺夫的反手位 因为两个右手在对相持的时候 主要看相持反手是谁占上风 好球 非常漂亮 马龙的反手防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看到 防的线路很直 但是在 现在的局势上来分析的话 马龙的在和萨姆托诺夫相持反手的时候 就并不占上风了 和前面的一些局势上 包括情况都不太一样 萨姆托诺夫可能 在这两局当中 发挥的更好 这也是情况所逼 因为是大比分落后 国际平田职业巡回赛的各国的分战赛呢 从今年的1月12号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个国际平田职业巡回赛的各国家的分战赛 而我们中国呢 有两战分战赛 一战是在深圳 大众汽车中国平凡球大奖赛 一战是在无锡 这是教练吴敬平 吴敬平教练在中国男队也是一个资深的教练 他曾经带过马林 王浩 包括好帅 很多优秀的运动员都是由吴敬平教练 细心的雕琢 最后成才 现在情况对马龙非常不利 马龙落后5分 8比3 这个球其实出了机会 但是马龙呢 这个人没有绷住 其实在比赛当中人就是绷住一口气 如果一口气稍有松懈的话 这个失误率就会加高 4比9 撒姆索勒夫拿到了局点 10比4 这样就 以11比4 撒姆索勒夫又搬回了 第6局 现在双方呢 已经打成了3比3平 这个德国公开赛的男单冠军 最后落入谁家 也就看第7局 也就看第7局 稍后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德国公开赛的 第7局的决胜局的比赛 在第13局的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我们看到全场的观众激情澎湃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欧洲很多的国家 他们对乒乓球都非常热衷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七局 把姆茜茜发球 好球 这个球是擦边了 这板球双方打得都好 都是在进台 硬碰硬的相知反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是2005年国际拼联联职业巡回赛 德国战的决赛 是由中国小将马龙对阵白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 比赛已经打到了决赛的第七局 前六局双方打成了3比3平 小将马龙是以军数3比1领先 被白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追成了3比3平 如果这次比赛 我们从半决赛到决赛 我们可以看到马龙这名小将很有潜力 他的技术 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在比赛当中很放心 而且自己的场上发挥也是非常放松的 好球 就是防守反击 其实这个变化是要把反守这个技术啊 掌握的相当的得心应手 才能够有这样的发挥 所以就是前面先是在远台防守 然后在进台呢进行发力 拉起来 双方又相持 马龙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 德国名将波尔晋级到的决赛 而萨姆索诺夫是战胜了德国选手晋级到的决赛 他们总统现在采取了侧身 而不和马龙相持反守 这也是需要一个勇气 如果今天啊 萨姆索诺夫的发挥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他这种发挥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这两年的比赛状态 应该说从9798年开始 能够看到萨姆索诺夫这种技术和状态 所以今天的发挥呢 也是找回了自信 也体现了萨姆索诺夫赛最近一段时间 有着非常好的竞技水平 因为他在上一周 刚刚获得了俄罗斯公开赛的男单的冠军 所以今天和马龙的这场德国公开赛的男单决赛 也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底劲 所以运动员的自信是非常重要 如果运动员有再好的技术 但是总是对自己没信心 所以在比赛当中 很多时候还是发挥不出他这种 自我的能力和潜力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白日化 5比4 现在萨姆索诺夫领先一分 方方已经交换过了场地 给赛 拉反手 马龙是坚定不渝的拉反手 还是反手 中间 好球 很稳健 放一半短的 好球 我们看到小将马龙在这种国际公开赛当中 能够这么的游刃有余 也看到了中国男队明天的希望 我们也看到了08年的希望新生的力量 现在马龙是领先一分 马龙发球 进入本次德国公开赛的男单前8名 有德国的波尔 还有洛曼尼亚的克里桑 中国的马龙 韩国的吴尚银 和赛黑选手卡拉卡尔维奇 还有德国选手费杰科纳斯 还有中国香港队的张乌 和白鲁斯的萨姆索诺夫 这是男单的决赛 现在比赛打成了6比6平 萨姆索诺夫发球 中间短的 拉起来 这个球 萨姆索诺夫 觉得很意外 因为这个小将马龙啊 他的防御是 用术语来说 就很顶的 他的球 就是防过去呢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追身 现在 7比6 6比7 咱们索诺夫不愧是一名 叱咤风云的老将 关键时刻 很知道 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强项 所以发完球之后呢 直接进行 抢拉中间 8比6 马龙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战术 与奇音之道 环之奇音之身 发完球之后 抢拉中间 中间位置是 平方球这个项目当中 最致命的一个位置 很容易击倒对手 现在7比8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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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直接在揭发球当中将球挑起 而且挑的是一个翻板技术 翻板技术也就是把拍子伸到球的下面 突然用手腕的力量挑起来 但是这个球挑的有一些下旋 所以说稍不注意还容易让对手拉下网 8比9 萨姆索诺夫发球发短的 这个球马龙处理的这种心态还是比较正确 也就是说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敢于进攻 但这个球马龙是稍稍带有一些犹豫 我们看到他侧身的时候 实际上时间已经晚了 球已经掉到马上就要落地了 所以在这时候球的旋转是最强的时候 马龙进行反拉肯定是出界 双方打到了9比9平 这个球出其不意 老将萨姆索诺夫是出了奇招 揭发球直接变现 马龙是一点都没有想到 所以第二反应跑过去的时候也已经晚了 哎呀 太遗憾了 这样萨姆索诺夫就获得了国际平均联职业行为赛 德国战的南单的冠军 也就是连续获得了两战公开赛冠军 其实在上周萨姆索诺夫获得的是俄罗斯公开赛的南单冠军 而小将马龙今天只差了一点点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 但是马龙今天的表现 应该说他在整个场上 是从年轻运动员的角度来说 马龙已经是达到了极致 但是马龙很可惜 就是说在整个比赛看不到任何一点下风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富裕的对手 只能说萨姆索诺夫发挥的更好 今天南单的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